原标题 网报贾乃亮被狗仔跟踪戏道骂人女性朋友 不敢跟其往来李小璐和贾乃亮 本来是令人羡慕的一堆 而因为2018年的夜宿门事件贾乃亮和李小璐 都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人 并且一举一动都广受网友们的关注 甚至是媒体也是一直盯上了两个人 昨日1月2日有娱乐记者在网上爆料 现在其实每天都有记者跟着贾乃亮 想拍出一些料来而贾乃亮也是气到不行还骂过人 不过狗仔这种行业吓走一个 还有下一个接着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而贾乃亮的女性朋友们 也是不敢跟他来往的贾乃亮 也是因为每天被人监视很崩溃 看了这个爆料网友们 这才明白前不久贾乃亮被报议会两女的照片 应该就是因为狗仔天天跟着他们去年的时候 有媒体爆料贾乃亮与两名神秘女子过夜 不过随后贾乃亮就发了微博进行了否认 并且文中还强调了 感谢摄像大哥一年以来对自己的时时刻刻的关心 想必也是这一年来无时无刻都在被狗仔困扰了 而狗仔爆料的照片可以看出来 当天贾乃亮与朋友师范的地方比较野蔽还加上了帘子防止偷拍 但是还是被娱乐记者给跟踪了这样看来 爆料中所说的贾乃亮每天都被狗仔跟拍而崩溃 也是比较可信的除此之外 一月一日元旦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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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